小天,我们觉得你非常了不起,也觉得你很乐观,你可以上节目,甚至在这个脸书的视讯直播方面分享自己个人的经历。 很多人觉得说这个生病是一件最好不要跟外人讲的事情,为什么你愿意接受访问,为什么你愿意在镜头里面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呢? 对,所以其实,因为这也对,就是好几年了,我才就是慢慢的认识,就是认识那个帕金森,然后自己也有一些心理的调整,因为我觉得前面几年,就是我很害怕,所以我不想要去承认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疾病,因为我不想要承认,我不想要大家就是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可是我发现到,我因为这样子,所以反而因为害怕而失去了那三年能够,就是我们那个帕金森的那个progression,可能你不可能,你不可以去,就是还是,你不能够去治疗,可是你可以去延迟那个症状的恶化,越来越恶化的那个可能性, 就是要吃健康,然后要运动这些,然后我因为不愿意去面对那些东西,所以我反而就是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帕金森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疾病的话, 然后告诉大家不要害怕,然后就是积极地去面对它,这样子,我觉得可能会,因为时间很宝贵,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健康的时间, 明白,是,那么在你所知,请问帕金森患者,他除了帕金森患者,他会有其他连带的一些生病的一些状况吗? 是的,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讲到那个不知道帕金森那个原因是什么,对吗? 所以其实据我了解,有一些帕金森的患者,有一些可能性会患上其他的疾病,因为脑是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在那个帕金森的那个,我们那个多巴胺的分泌在那个黑值那个地方, 那个是一个脑在很后面的一个地方,如果那个病情恶化的话,就会影响到其他那个regions of the brain. 所以其他的大脑区域也会受影响,也可能会有。 对,其他的大脑区域也会受影响,比如说,Dementia,是,Dementia是Prefrontal Cortex, 所以是他在很前面的那个脑, 小天你知道,很多人在我们的脸书直播下面留言要为你加油, 也希望说你可以继续的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说,你对于如果本地同样跟你有同样经历, 或者正在经历其他病毒病魔困扰的这些朋友们来说, 你有怎样的一些忠告,有怎样的这个祝愿想给他们呢? 对,所以我就回到我就是,为什么愿意就是站出来, 因为我真的,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搜寻资料还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不是在,就是当你在对抗那个病魔的时候, 你并不是在希望有更多的资料,比如说资料我随时可以去上网查, 你不需要我告诉你,可是我觉得当时候我希望的是, 可能希望有一个大姐姐,或者是一个很friendly的一个人, 可以让我去对对她说,原来你跟我一样,我也跟你有同样的经历, 然后对,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找的是人,不是资讯,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就是做那个friendly的大姐姐,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还是,可能也是小妹妹啦, 所以就可能有什么问题,或者不一定要, 我们可以就是,就是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对,是一个人在对抗这个病魔,对。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小天来到节目中, 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 非常了不起,希望你继续加油。 谢谢。